虽然不够成投资建议 但是趁着我们的川普川大爷呢 把股市搞得上传下跳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被严重低估的AI公司 那现在市面上最火的AI公司呢 差不多就是三个 一个是ChattGPT 还有一个是一龙马斯克的Groke 还有深度求索公司的Deepseek 那么每次这些公司有什么新的动向呢 基本上就是AI圈最大的大新闻了 但是在人声鼎沸之下 有一家被大多数人严重低估的AI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Google 在AIDC的时代什么最重要 答案就是数据 高质量的数据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很多AI使用者的一个盲区 就是Google的看家本领 搜索引擎 从互联网上出现的第一个网页 到现在所有的新闻论坛 全部都有Google的足迹 在2008年 Google透露过那个时候 已经有超过1万亿个独立UIL 从那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公开过收录数了 互联网从文字到图片 到视频发展的逻辑来看 前一阵子非常火的 菜类GPT4O 就是处在图片的这个阶段 所以火出圈了 如果接下来想要训练 AI生成视频的模型 请问哪里有最多最高质量的 全世界各种语言的影片呢 对就是YouTube YouTube上的所有影片 就是Google可以用来 训练视频模型的资料库 我虽然是菜类GPT的众多用户 但是论数据量更多更详细 我觉得Google这个系统 可能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自己 所以数据是Google相比于 其他AI公司最优势的地方 第二点 关于使用AI的入口问题 那么对于入口呢 大家觉得什么才是 使用AI最自然的方式 其实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的这些AI产品 我们就非常知道 就是一个对话框嘛 然后你问他问题就可以了 这个设计实际上 大家非常熟悉 这不就是Google的首页吗 Google的首页就是 一个对话框让你问他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Google搜索才是最天然 最被人熟悉的AI服务入口 我们现在使用Google的时候 其实已经开始使用Google的Germ9 网页和AI整理的内容 相结合才是未来的方向 那么另一个只有Google才有的入口 是YouTube 大家使用了非常多的AI生成图片 然后去生成3到5秒的影片 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去做YouTube影片 而Google现在也在YouTube内整合了 VEOR AI工具 这个就是Google旗下的影片生成工具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可以直接在Google的服务内 去创作AI内容 在一个平台内把所有事情都搞定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很多自媒体工作者的工作环境 那么第三个应该是更多人忽略的一个入口 就是安卓系统 其实安卓系统才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移动操作系统 苹果公司已经在iPhone手机里集成了Apple Intelligence 我相信安卓很快也会跟上 说实话 安卓系统最近几年进步的真的挺快的 我好几次想冲动换回安卓系统 要不是工作流和苹果绑定的太深了 我真的还是挺喜欢现在很多的安卓手机的 所以未来可想而知 最多人广泛使用的内置手机里的AI 就是Google的这么难 那么至少现在来看 好像还完全看不出来Google会有这么大的优势 那么结论 Google是有算法 有芯片 有数据 有产品 有生态 是少数能把AI真正融合现实场景的公司 而最重要的是我认为Google是一家 我认为非常伟大的公司 虽然曾经Google的slogan听起来有点中二 叫不作恶 后来改成做正确的事 但是Google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 依然让非常多人从中获益 所以Google明明可以非常快速的 学习新的变现手段 或者改变广告分论的比例 它明明可以赚的更多 但是这么多年看起来 它都没有这么做 而Google公司在各种服务下 都是稳扎稳大 越来越强 我一直觉得Google是传统互联网时代 最优秀的公司之一 而在下一个AI时代 我相信Google会变得更强大 而至少现在 我认为Google在AI领域的前景 是被严重低估了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周六会更新一些影片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